哈喽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乐活最表态,我是小宇 哈喽大家好,我是穆斯 那么按照我们节目惯例呢,我们先从risk check开始吧 你今天带的是什么? 那么海马三百,老样子,这个拜登同款 原来你不是偶粉,你是拜登粉 你不是也有这个表吗? 我是有一块,但是呢,我想今天我还是带回了劳力士 怕别人忘了 怕别人忘了,我是个老粉 我今天又带了这个熊猫敌 好了,那我们言归正传 上周我们来到莫纳斯的watch week 不是逛了逛吗? 看到了好几块值得单拿出来做一期的表 那么就是这个雅克德罗了 那么说实话呢,这个表在斯沃奇集团当中 它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 但是真的,公益水平和这种历史的传承 不亚于宝吉和宝珀的 它的定位本来就跟宝吉和宝珀是一档的 在集团内部的话 那么还是老规矩咯,老粉先来讲讲历史吧 好的,那么雅克德罗呢 它最早是成立于1738年 比那个1775年成立的宝吉 还要早上这么几十年吧 那么一开始呢 雅克德罗是做那个座钟起家的 那么这个它的创始人 Pierry Yakit-Dorot先生 他呢,非常擅长这个木偶的工艺 他是个有机械天赋的这种 那个时候的算是一个钟表大师吧 那个时候的匠人 对,那个时候的匠人 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木偶 融入到他那个座钟当中 会呈现出来各种美轮美奂的这种动作 而且呢,还会发出声音 非常的吸引人 就是因为这种非常精妙 又就是说很高端的设计嘛 所以说呢,雅克德罗的这个座钟 受到了各国皇室的特别的喜爱 其中就包括了我们这个 中国的清朝的乾隆皇帝 那么乾隆皇帝呢 在1785年的时候 收到了一款这个法郎鸟笼的自鸣钟 当时他真的是惊为天人 因为你想乾隆皇帝从小生朝的深宫当中 他见的宝贝就是孰不胜孰 但是他见到这个钟之后呢 就是整个人叫龙心大悦嘛 他就给这个品牌赐名雅克德罗 这个其实当中还有一个原因的 在什么样呢 就是说雅跟德在中国的这个古汉语当中 都是非常赞美的意思 而罗就是代表了爱心觉罗家的 那个最后那个字 所以说其实这个 他这个名字是有渊源的 所以说这个名字 雅克德罗这个名字不是翻译过的 对 而是皇帝遇刺的 对 所以说呢 其实雅克德罗他的特长除了木偶之外 还有一个 就是他的这个法郎 彩绘法郎 所以说就是把彩绘法郎运用到木偶当中 才能把整个就是呈现出来的这个产品 更加的栩栩如深 那么所以呢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几块表 肯定是人家的看家本领的木偶加法郎 先从这个右边这个第一块开始说吧 这块表就管它叫小锦鲤了 人家全名叫这个锦鲤换莲莲花的莲 幻想的换 锦鲤换莲木偶 然后呢 他基心就不多说了吧 2653 动力储存呢 是68小时 木偶的话是4分钟的 时长还是非常OK的 那么我们直接来上特写吧 表盘整体呢 像一个花园一样 就是大自然的感觉 有花奔啊 植物结合在一起 那么来看一下三点钟位置呢 这里有一个由珍珠被母做成的花蕾 上面还cover了一层 这个特别薄的半透明的彩绘 粉色的还是很好看 然后底座可是金的哦 这细节真的没谁了 那么再有呢 就是这个盘面上的锦鲤了 它的尾部是可以这样摇动的 一旦转去了 半分钟能转一圈 刚才我也说了 时长不是4分钟吗 对 所以它能转8圈 这个8圈呢 正好跟亚克德罗最知名的这个八字 对 形成了一个呼应 那么还有呢 就是这个跟着一起旋转的莲花 还是给大家上特写 那么这个莲花呢 每经过荷叶的下方的时候 它就中间的这个花蕊啊 就会变 这是一块宝石 它就会变成黄色的呀 红色的呀 蓝色的 有好几块宝石 4块 它有不同的颜色 还是非常巧妙的 那么其实这块表呢 有很多细节 荷花呀 或者时候这个背景 像一个 这个荷 什么荷 这个荷也会动 对啊 这个背景的这个 像泉水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 转来转去 有种冥想的感觉 其实细节还是很多的 大家可以到官网上去查一下 他们都有很详细的资料 这莲花呢 虽然很精美啊 但是亚克德罗 其实今年主打的木偶表款 是旁边这块 Lady Egg Flower 把这个放回去 OK 那么这款表呢 其实是对亚克德罗 整个品牌来讲 是有里程碑的意义 因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款 专门为女性设计的 木偶丸表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整支表呢 是用18K的这个 白金打造的 配这个钻石和背墓 这整个表 第一眼看上去呢 是非常的这个奢华 高贵 丝毫不逊色于 这个宝记的纳布勒斯皇后 其实可能说 他们的定位都是一样的 对 而且都有这个第一的title 对 那么 但是呢 它这个特点 就是在上面这个木偶了 它这个木偶 不在表的当中 而是在表盘的上面 又呈现出了一个八字形 我们来看一下 丸表上部这个木偶呢 可以通过两点钟位置 这里一个按钮 控制的按钮 来开启 只需轻轻一按 一朵金莲花 便会随之而绽放开来 将其中的这个钻石的花心 呈现出来 那么在莲花绽放 或者合璧的时候呢 作为花心的宝石 也会自行朝两个方向转动 整个莲花绽放过程 可以达到8秒左右 我觉得是非常牛的 这个Lady 8 它肯定是可爱型的 但是旁边的这个三字 那就更加可爱型了 我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块孤品 然后呢 属于这个热带风情系列 你可以看这个 为什么是孤品 它普通版的是 没有这个钻石的 这块呢 它表盘是满钻的 180克钻石 1.8克辣 那可真的够闪的 挺闪的 是不是 然后大家可以看 它7点钟位置 是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蜂鸟 就是密封的蜂 蜂鸟 当它暴石的时候呢 它的翅膀可以扇动 扒拉扒拉扒这样扇 特别快 1秒钟能扇40次 这么厉害 那相当快 然后它5点钟位置呢 还有一个孔雀开屏 同时呢 有这么一个开屏的动作 真的是美轮美奂 那么离近了看呢 你会发现 就是左手的这些蜻蜓啊 还有2点钟位置的这个树叶 它其实都是会动的哦 细节 细节 对吧 可爱型 那么值得一提的呢 还有就是 这一共有7个木偶 能动的这个东西 它在不同时间啊 它这个排列组合 是不一样的 就它这个场景不一样 用专业术语来讲呢 就是7木偶 4场景 你想 这47毫米的 这么一个表径里面 装下这么多 还有旁边这些雕刻 哇 非常厉害 你介绍的这块这个Tropical Bird 虽然它是孤品 但它并不是唯一块同时兼具这个木和三问功能的手表 我这儿还有一块 阿尔卑斯山 看到没有 山井 暴石鸟 三问 表 我打赌 你再重复一遍这个名字 你肯定重复的是错的 阿尔卑斯山 山井 暴石鸟 三问 碗表 我真的是记了好久才记得住的 可爱行 可爱行 能给大家说说 OK 在同样的47表径里面 其实用的机型也是一样的 但是呢 它的这个主题 却有了这个很大的变化 嗯 栖树如春的阿尔卑斯山 配上这个清澈碧蓝的湖水 嗯 以及两只大的 两只小的 四只灵动的山雀 让整个表盘看上去 有一丝春意盎然的感觉 春意盎然 在雪山中春意盎然 嗯 可爱行 那么然后呢 我们启用这个三问 暴石功能之后呢 会自动触发这个机关 大山雀的翅膀 以及周边这个雪花 都会随之而动 非常的精美 这款表呢 由于制作工艺极其复杂 工价更是高达了 80万澳币 限量8枚 那说完你这个阿尔卑斯山 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这一块 这块也非常可以啊 名字叫艾之蝶 是不是非常有诗意 我觉得非常可以 这名字 那么这个蝴蝶啊和这个轮子 一旦启动了木偶嘛 它还是会动的 轮子可以滚 蝴蝶可以扇 真的是栩栩如生 非常厉害 旁边呢还配了这种金雕 这种金雕森林 你知道厚度吗 只有0.2毫米 相当宝 这么屌 嗯 那肯定厉害啊 而且呢 这个表盘采用的是 1.5亿年前就形成的这种化石木 所谓化石木啊 就是你知道吗 在那个还有恐龙的年代 岩浆越过了这个火山爆发 然后岩浆越过了木头 还能把这个木头保存下来 它的名字叫做青奇拉红 这名字其实跟澳洲的一个小镇同名啊 可还行 这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说到澳洲呢 这块表真的跟澳洲有关系 你看它具有这个树 嗯 然后又有这种火山 刚才我讲这种元素 你想想到什么 澳洲大火吗 年初的那个 对啊 对啊 所以呢 这块表它卖出去之后呢 有一部分钱会捐给这个澳洲的种树啊 这种协会 然后种植树 还有保护环境的这种协会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更新到这里 那么本期节目呢 我们要特别感谢墨尔本 Monats表行的冯老板 那么我会给冯老板上一个Instagram 还有Angela小姐姐 大美女Angela小姐姐 但是我们上一期已经上过Instagram了 大家可以去上一期找大美女的Instagram 那还是老样子 没有关注我们频道的小伙伴们呢 记得把下面这个subscribe点一下 那么我们的Instagram 也需要大家的支持 需要你的关注 我们给大家上一张图 还有小红书 对 小红书 我们又涨粉了 最近 需要你们的关注 需要你们的点赞 需要你们的收藏 也给大家上一张图 那么还是跟以前一样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私信我们 或者给我们留言 我们现在还有微信群了 大家可以给我们的小红书 或者Instagram私信 就可以获得二维码了 好了 那么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